果然啊 就不能让王鹤地白露范澄澄三个人遇见 这是我看过最好笑的偷感视频 他撒摸起到什么程度呢 露露自爆 这个视频只是他自己收藏的一个 王鹤地范澄澄一看就对上眼了 喜欢的不行 说露就给露了 然后我就点开我的那个收藏 然后正好第一个就是 正好我说 然后他们就一听音乐好 然后就拍了 前有偷感视频 后又模仿欺微的邦邦邦 工作人员能不能管管他们几个的网速 真的不怕挨骂吗 七位网友我是待不到了 但你俩我得好好落了 看白鹿这架势 是真的想上去参与他俩 好好好 这么多人在一起 就他撒醉显眼 王鹤地上班还是这样 下班已经变成这样了 这样一对比啊 不用想就知道是这俩人糊涂的 休息时间还在自拍 俩人自己都觉得荒谬的程度 再加上一旁的白鹿 你们仨组个组合原地出道吧 没有王鹤地的日子 范澄澄就可着白鹿一个人好 犯贱行为已经不屑于在正常范围里了 好几次都贴脸犯贱白鹿 露露脾气是真好啊 就该夸夸给他两拳就老实了 还好节目组没放正片里 这不得磕到一大片磕姐弟CP的呀 这换人是沙哥跟白鹿 找到你咯 别紧张 你都领一个男人回来 范澄澄还把白鹿按在泥潭里 一整个变身送小宝 连沙哥都看不下去了 支持露露声讨范澄澄 今天晚上那谁饶不了范澄澄 抓脑袋给按进去了 来了宝哥 一会儿一开始 不管他是不是老板 我先把死 先死 范澄澄是这个游戏的雷 再也不想玩泥潭 再也不想玩 白鹿的造型师在节目结束后 直接发了一个我服了 真的是又心疼又好笑 报告老师 罪魁祸首是范澄澄 更抓马的是 范澄澄真不努力 最后被欺负的白鹿赢了 俩人一起接受采访 露露还当面炫耀自己的小金牌 嘿嘿 真的要被这俩小朋友笑死了 但是 好好好 知道了知道了 作为最了解范澄澄的人 白鹿和魏大逊 一看澄澄把毛巾浸尸 就知道他想干啥了 白鹿是直接喊着朋友们 离范澄澄远一点 他有活儿 完了 范澄澄玩大的了 我跟你说 他玩蛋了 交信 离范澄澄远一点 魏大逊当时没啥反应 但在采访里直接说 他早就预测到 范澄澄会针对他了 就是范澄澄把那个 玉金 完全沁湿的那一个 我其实有点不好的一个 他要给我用 果然 玩游戏还得看熟人去 怪不得人家范澄澄 镜头多呢 笑点有一半以上 都是他制造的 每次连直播 澄澄也是老受不了一点 这次在直播里又大放厥词 不仅说出 下一季节目建议舞导演 听到张真元说 怒撕欺人 范澄澄 怒撕欺人 我以为你说了一个什么成语 是我没听过的 结果是怒撕欺人 发一共八个 对怒撕欺人 我怒撕欺人 我怒撕欺人 你敢欺人 范澄澄 这直播 哦 这直播 这直播 对不起 对不起 看到节目组准备了一些小卡 直接以毒乱回 说节目组已经沦落到卖小卡了 严重怀疑 范澄澄是奔跑最大的黑粉 杨一天是管不了孩子一点 之前周深开演唱会 跑男给周深录视频 范澄澄也是在大屏幕上吐槽节目组 看得出节目组是真的爱他 还给他剪了出来 搞笑的是 因为范澄澄这几期 总是跟姚一天对象 网友们太爱看了 有些闲得没事干的网友 就去考古了姚PD 找到视频后 还都疯狂爱他范澄澄看 完蛋了 我猜范澄澄会在之后的节目里贴脸太大 摇一天 我真的谢谢这家网友 没想到第一次出国 就来到了南美洲的阿根廷 太炫了 来 妈加油 给我加油 等会儿 是你加油 不是妈 最近晨晨的新电影扫黑上线了 晨晨去扫楼也特好玩 当主持人问领导画饼怎么办 别人展示的都是有点无语的表情 范澄澄直接显示零零后大招 我八八六 八八六行 我这是八六六 没找到八 没找到两八 好 炒零档鱿鱼这事 确实是零零后干得出来的 而比范澄澄嘴更厉害的 就是范澄澄粉丝 扫楼时粉丝咪一点都不切场 全学范澄澄的显眼包行为 先是夸范澄澄好帅 好一顿夸之后 说自己采访的是萧阳老师 还有说范澄澄虽然是显眼包 但不必自卑 范澄澄怎么感觉自己突然被骂了 我特别喜欢你这种ESFP这种显眼包的性格 所以你无需自卑 范澄澄怎么回事就挺突然的 突然感觉自己被骂了 范澄澄这几天形成太满了 中间抽空还去了一趟假奶酱的直播间 我就知道澄澄在哪里都能把搞笑分为拉满 亮哥问他咋保养的 范澄澄 咋保养的 你们跟我说一说 我咋保养的 我就是纯年轻 哈哈哈哈 哎 漂亮 哥快回来 这直播间要不成我的了 亮哥不气不气 后面还有呢 当亮哥注意到澄澄的那双眼皮 你是那双好吧 那双 为什么我一双一单呢 刚刚我这个有点 是不是起太拨 拨得太早了 哈哈 起太早了 这次澄澄在亮哥直播间直了 把这辈子的礼花都看完了 看着一下下给我们澄澄吓的 接着亮哥的礼炮 预示着今年澄澄的视野能更上一层牢 最后就提前祝我们澄澄24岁生日快乐 虽然我们现在是50亿票房男神了 但我相信澄澄一定会超过他的目标 沈腾老师 澄澄 我们统计了一下 你主演的电影票房快破50亿了 加油 还有50亿就超过我了 还有50亿就超过我了 哇 好捷 好捷呢 像我哥哥们学习 不是 我的裤衩是蓝色的 除了我的裤衩掉色 要不然他怎么能染蓝呢 什么他这个衣服怎么这么着急 我给你把装弄花 没事你们这盘点C实践 生肌腹肌大腿肌 真缘走进我心里是不是非常不压力 这方面也太多了 别录了 好 好